眼前这个小家伙 灰色的羽毛 黑色的嘴巴 长长的脖子 黄色的脚 长相看起来平平无奇 但汪师傅说 干了几十年农活 还没有见过这种动物 当晚汪师傅拍了照片发给女儿 女儿让他赶紧联系农业部门 汪师傅就先让这位客人 在一个容器里暂住了一晚 没想到 沈师傅拨打了肖山区农业农村局的电话 区野生动物救护站的工作人员赶了过来 确认了这位客人的身份 这个物种是一个是国家审计保护动物是红眼 一般生活在那个沼泽地区 或者那个芦苇虫中 是小鱼小小长大的 按说它是不会应该在菜地里 菜地里面它可能有一群鸟飞过 它可能是落下了 现在是属于它这个迁徙的阶段吗 现在应该天气热了 有的时候南方飞到我们 北方飞到这边来了 在我们这边比较少的 在江西博洋湖那边比较多 杭州还是比较少的 杭州比较少的 一般我们飞过这五六个 野生动物救护站的工作人员说 这只红眼只有半岁左右 还是一只幼鸟 经过检查有肠道感染的情况 肠道感染线我们再一个星期 一个星期之后再给它打疫苗 疫苗打好 如果是健康了 再通知林业局 会跟我们一起放生 如果大家在日常生活中 也遇到类似不明动物 建议不要自行饲养 可以直接拨打110 警方跟动物救助部门 有联动机制 都会上门进行处理 188黄金眼 记者报道 限党 bird 两 nailed 三 reached 订阅 间 三位 三 reached 订阅